大盘上午震荡上扬 给来了一个年末的红包 这个红包不管大小啊 咱们都得收下 最起码这是一个好兆头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啊 是大盘全程骨是主生的 瞧瞧 白色线在上 黄色线是小盘骨在下 那么今天可是出现了分化 不是说大盘骨跟小炮骨之间的分化 不光是这样啊 就连上证指数和双创 创业版 科创版都出现了不同的走势 我们看创业版 创业版是啥 大家瞧 大盘骨是在下的 小盘骨在上了 我们再看科创版 科创版现在还绿着呢 这就代表 你看昨天科创版跟今天走的不一样 昨天科创版是啥呀 你看昨天连着科创版在这 还是走的还行呢 对不对 所以在这呢 大盘现在已经出现了分化 在这种分化加剧的时候 关键 这是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 也是今年的烧关之战 我们呢 现在是年末给了个红包 在这儿 大家一定要冷静一些 有好多人都说 这个位置是不是要来牛市了 要起牛了 别有那么多太多的想法 为什么这么说 跟着我这个笔向这儿看 上午的成交量 一共才三千四百多 三千六百多亿 太少了 那没有成交量说明什么问题啊 更多的资金选择性的在这儿已经卧倒 为什么卧倒啊 大家看这儿 这不就是前期这一波杀跌 大家都已经杀怕了吗 那么很多人该不动的就不动了 虽然现在呢 今天啊 大盘出现了一个就这样的小上涨 这只是一个回回血而已 那对明年的走势 一丁点都够不成一个指导 在这儿这个位置 即便是上去的话 那么明年 现在就得说明年 二零二三年的行情了 我们现在一定要快速转变思路 在这儿如果上去的话 再回踩确认一下 那么呢 起的话 这样概率比较大 所以说我们说这两天 尤其是昨天这个大盘的走势 它只是百三千零七十一点 这个跳空缺口回补上 有人说那今天啊 帮主今天这不又早盘跳空高开吗 这算不算一个跳空缺口呢 这个位置不算啊 为什么不算 因为它没有一个就这样的实体的真正的空壳 没有实体空壳就不算 所以说这个位置没有 别看啊 这个位置今天早上跳开还不了少 但是也没有缺口 那么没有缺口的时候 我们心里头比较坦然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前天和之前这个跳空缺口 还有这个缺口 这个是五点几 这个是十五点几 都给咱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且很多人在这个位置还受着伤呢 就包括现在大多数的股民 不仍然是在这个位置下跌了 仍然在亏损当中嘛 那么这个位置给这这么这么快点上去 这个是咱们最希望的 那么下午的时候我们需要探讨两件事 第一件事下午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啊 很多人在这块都空仓的 因为前两天这不又消烧的调整一下的 又跑了吗 那么空仓今天又忙了 很多人包括都昨天不还黑色星期四吗 好多人可能是都忙着都跑没有了 那么现在今天的上涨 今天大盘这个上涨跟它没有关系 现在呢又比较着急 那么哪些东西还能不仓呢 在这块呢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啊 我现在是四个品种 券商ETF 恒生医疗ETF 储能还有中字头 现在中字头这个仓位比较重 或者是说比重比较大 那么大家看我现在呢 只能拿我个人说事 咱们不能说别人 因为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呀 好我现在的看法是什么 大盘权重指标股和赛道股 我都不了 你看储能这不就是赛道股吗 大盘权重指标股中字头和券商 这不都是吗 那么券商这个还是属于一个什么呢 一个龙头指标呢 因为明年要想上涨的话 保不齐就得拉券商 剩下的就是中字头 因为中字头这是国企改革 咱们现在收官之年 是2022 但是2022年发现啊 现在不是说收官就拉倒了 而是又摆新的一个叫国企改革 这些东西呢 又推进了一步 刚刚就在上个月 咱们就是在这个月啊 最末这几天呢 不又出现一个消息吗 说的意思是 我们要有98将棋 整合到97家 那97家可涉及到12家 这样的央企呢 所以呢 这一部分 一旦说央企改革 国企改革 他们看起来这个呢 好像今年并没有收完 那么还会延续 那明年上半年 可能又是这些东西的 他们会有题材的热度 所以在这呢 布这些个大家伙 也没毛病 那券商我有 中字头我有 储能赛道还有 我还有一个 现在比较热的东西 就是恒生医疗ETF 我们瞧 恒生医疗ETF 说到恒生 咱们先看一眼这个位置啊 大家瞧 这个板块是什么呢 这个是逆回购 那么我说逆回购是啥意思 大家看这 最近的逆回购可挺火爆啊 看看最高的点都达到了6.5个百分点 这是很高的 6.5这是什么 这是银行间他们给的一个利息 那么这个利差可不少 你看少的时候呢 是两个点多的时候是6个点 就这几天年末 为什么呢 记不记得这几天之前 一周之前古邦是说 年末呢 又开始了一个蓝储大战 蓝储就是各个银行呢 都向自己的客户发 哎呀你的资金别动了 留一留在账上待一待 这不每年呢 都有这么一个蓝储大战 叫做银行存款余额 银行存款余额 大家靠什么争 就得靠一些个 不是咱们这是逆回购啊 靠的就是客户 储蓄存款嘛 那么储蓄存款也好 什么也好 现在反映到我们的股市上 就代表着 有闲钱的人 在这买了一些个逆回购 所以大家今天尾盘的时候啊 不管剩多少资金 就像我 我想的是半仓操作 留下一半 那不还要有一半现金吗 一半现金 我就会买逆回购 因为现在给的还不错呢 咱们以一天期的为例 瞧瞧 一天期 现在给多少 是四个点 那么不管怎么说啊 这个位置呢 多少给点 瞧瞧 这不都是年末的时候 蓝储大战的 这个 每年都有这样的一个戏法 甚至每个月 最后那几天也有啊 好 这个位置 我们就说到这了 我们现在要强调的是什么东西 是这个 恒生医疗 ETF 以恒生 这不是恒生 医疗 ETF吗 那现在这儿 人家又要创新高了 所以说这种东西呢 恒生 现在呢 就是一个主线 我们现在为什么说恒生 是主线 因为恒生是长期以来 啊 跌了这么久 从这儿到这儿 那都打骨折了 所以说 我们现在看的条件是 当一个东西到第一步底部的时候 这个就叫位置决定了性质 所以说现在呢 明年可能有很多东西呢 还会沿着就这些为主线 那么在这儿 咱们收一下的啊 今天上午的时候 北上资金刚开始是净流出 现在呢 又净流入了 净流入六个多亿 而且今天成交量是缩小的 上午只有三千六百多亿 但是今天上涨的加速可不少 现在有三千一百多加上涨 只有一千五百加下跌 那么市场热度呢 跟着我比向后看 今天热度值达到了五十五度 但是这个涨停板呢 并不多 只有三十六加 你像高速公路 这都长期不动的 都动了 像Web3 最近这些天 这个Web3啊 就是第三代互联网 他们跌的比较多 所以今天涨的比较快 另外呢 像职业教育啊 旅游啊 新零售啊 电竞啊 跨境 跨境一些东西 现在都出现上涨 另外今天涨的比较好的呢 就是整车 整车你像敌王啊 这些东西不都已经出现了 不错的上涨吗 那么今天上涨最多的呢 就是以大权重指标股为类的 这些东西涨的比较多 你看 这不都红着呢 像酒 银行 保险 整车 建筑 这些东西都是大盘权重指标股 所以下午的时候 大家要配纸的时候啊 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 这几个都要有 你比方说 大盘权重指标股 中字头要有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赛道股也要有 就像整车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啊 下午的时候大盘在这呢 估计太大的什么波澜呢 也惊不起来了 因为今天就这样了 今天是最后一天 大盘能这样给大家带来一个小红包 也可以了 那么总比下跌的时候 就包括在11点之前 这一波 大家是不是都感觉到要够呛呢 你看 以这个科创板 这还滤着呢 你说这样的话 那得多难受啊 好多人昨天前天 又奔科创板来使劲了 结果今天怎么样 他们不表现了 只是一个冲高回落 那么冲高的时候 没有人卖呀 甚至有人在追呢 现在直接被扣里面了 另外咱们再看创业板 创业板这不也是冲高回落吗 但好歹还红着 红着呢 那么这现在能看出来 单一不止每一个品种 都不科学 那么呢我们就得是分仓操作 分仓操作的目的就是 上涨呢不被落下 那么现在分仓 就是大盘股和赛道股 都要有的意思 好 我是股邦 下午的时候啊 我在这呢 我不说吗 我现在是半仓操作 而且是倍量啊 大家好多人给底下说 而且你这倍量呢 倍量还在啊 我是倍量操作 那么我倍量的目的是 我把备用金都动用上了 那么还是说 年咱们过了年之后呢 这一小波跨年行情 我还是可以期待的 因为现在我币的 布的是四个品种 恒生医疗ETF 券商 这不就这两个东西 这都有吗 然后就是储能 还有中字头 这不都是热点方面吗 所以说在这呢 年末我也期待一波小上涨 涨的不多 它冲上去之后 明年可能还会 冲高一下回落 回踩一下的 那么再起 这样来讲是更慈势 但是咱们希望什么 什么回落都不要 快速上涨 我们才高兴呢 所以现在 我现在相当于啊 50%仓位的倍量操作 那么持股或劫 好 下午 大家看看有没有自己能够啊 采纳的 兼听则明 不要客舟求见 喜欢古帮大家关注 我们下午收盘见